去了Alta 简单的买了一些东西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然后我在网上也下了单 因为我去买想试的几个眼影盘都没有货了 然后就给大家看看买了什么 我是先买了个Real Techniques的四个的美妆蛋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值得 因为我的美妆蛋已经都这个样子了 就很脏 我已经洗不出来了 能洗出来的我留在了那边 洗不出来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么一个 它是有那种就是它是有一个带壳的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像这种小小的 在mini song叫零创优品买的一个就是价美妆蛋的地方 所以我就没有买它那个带壳了 这个是我会定期去买的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我记得还挺便宜的 我看一下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 它现在是buy one get one 50% off 就买一个另一个半价 然后这个我是跟 有彩虎 彩虎 参加一把腮红刷 我觉得这个腮红刷特别好看 然后我还正好缺腮红刷 然后这个原价是17块9毛9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12块9毛9 然后它是这两个一块给我打了个折 然后这个是14块2毛2 这个是10块2毛6 对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打的折 然后这两个 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好看了 给大家打开一下 Real Techniques Real Techniques他们家的刷子还是没得说的 就是这样一个 它质地是很塑料 很塑料 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看 然后刷头就是他们家正常那种很软很软的 一个腮红刷 这个是就是我买的他们家的一个hydrating的primer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可能大家一般更熟悉的是 这个 就是这个是普通款的嘛 然后他们家现在有各种 然后还有绿色 绿色是就是红血丝啊 痘印啊什么的 但是我其实更需要的是补水 然后我又会做一些那个绿色的一些遮瑕 所以我就买的是这个 然后这个的价格是10导 我觉得超级超级值了 而且它真的很好用 就是物超所值这种感觉 就是暈染 眼部暈染刷 它的刷头感觉是这样的 然后还是就是很舒服的 也不会渣 我本来想买Morphe 是叫Morphe Morphe他们家的那个刷子 价格也很便宜 但是我很多朋友跟我说 说他们家的刷子会有点渣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考虑他们家的 这个这个一个眼影刷只要三刀 所以我觉得是超级超级超级值的 还是非常好用的 我之前我被我姐切走的那把他们家的细节刷 我今天在Alta没有找到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再注意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使 很好使 然后剩下的是我买了四个口红 这个是凯利的 这两个是凯利的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现在聚火的这个美宝莲的 Superstay Matte Ink 也是我之前用过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新的色号 然后还买了个Colourpop的 也是Matte的 一个唇釉 然后给大家做一下试色吧 第一纸是它是Matte质地的 然后它叫Mary Jo K 这里边是一个唇线 然后一个唇釉 然后这个质地也是 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 这两个一个set是睡前27刀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而且现在它的化妆品不是很火很火吗 我现在嘴唇已经是 基本上是卸掉了 我觉得是不会影响试色的 因为它颜色很深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唇线 具好用 就轻轻一画 就出来了 这个是这支的唇线 这个是 因为是Matte质地的嘛 给大家看看 它的这个唇线跟这个 唇釉的这个颜色 还是基本上 就当然这是肯定的了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特别好看 因为我个人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这种大红的 然后我觉得唇线是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东西 因为我画口红的技术实在是太差了 我觉得这个唇线好用到 我可以直接拿这个去涂整这个作品 其实我是很少会画唇线的 我以前总觉得就是唇线是妈妈那个年代那会儿会画的东西 就是我妈会唇线很深 然后那种感觉 然后唇线就是那种深 霉红色 然后嘴中间是一个颜色 那会儿不还流行纹唇线吗 我就记得那个就是好像是那 就那种感觉的 就唇线之间给我感觉都是那样的 但当然现在会不一样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我又补了一层 我太喜欢这个了 我的天哪 哎呀 我的口红需要买一个新的架子了 你们看 这个颜色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复古 很复古的一个颜色 可能跟我今天的眼妆不太配 但是为了不是给大家试一下吗 然后这个是涂在手臂上的感觉 这个是涂在嘴上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质感 就很高级的那种 好了我现在 我刚才擦的时候嘴边 我的妈呀 我刚擦的时候 我这个嘴边已经被我糊上了 然后我简单拿粉遮了一下 虽然遮不太掉 但是应该是不影响我这个试色的 你就看我这个麦当道叔叔 你就先这么着 然后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是眉宝莲的这个117 它是我记得它是有一点带橘调的一种南瓜的感觉 可能其实不太适合夏天 但是我并没有就是说 就很有那种感觉就是 夏天一定要涂什么颜色 这个是有一点带橘调的 你们看是这个颜色 这个是刚才那个 这个是有一点橘调就是可能会更适合秋天 但是我不所谓 我就觉得哪个好看 我哪天心情好我就涂哪个 看 然后今天的颜色都比较深 就是我夏天会涂很深的这种颜色 如果出去拍照什么的 反正粉色我不存在的 上次大家也看了我那个粉色涂出来有多丑 然后下一支 这一支只有9块4毛9 睡钱 太便宜了 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上次涂的那个是50 这个是17 我觉得很美很美 可能是因为我嘴唇的就是 或者灯光它没有那么橘调 但是涂在这你这么看 它是有那个橘棕调的 我觉得很好看 来大家试这个colourpop的这个 我口红也是非常喜欢哑光质地 然后这个大红嘴 然后这个它其实也是有一点橘调的 我今天就挑我现在就是 就跟这个橘调红调就干上了 这个比刚才那个橘多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颜色 这个 其实这个跟这个也挺像的 但是我就想 这个会稍微浅一点 我觉得这样的 然后在嘴上是这样的 就今天买的这几支 可能都有点复古的感觉 还是很喜欢的 好 然后卸掉 下一个 然后这一支是 也是凯莉的 它是red velvet 这个红天鹅绒的这个颜色 红丝绒 对红丝绒 我的个个嘴 大家就不要在乎我这个嘴 周围都已经被我扶成这样 然后最后一支 最后一支这个是也是凯莉 他们家的 是red velvet 红丝绒吧应该是 然后它是就是丝绒质地的 跟那支mat我当时试在手上的感觉 是有一点不同的 但我不知道试在嘴上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当时没有 没有在嘴上试 我也看到我这个如果单纯卸嘴唇 我就会卸成这个样子 我并不想在大厅观众之下这个样子 开饭了 好尴尬 这个东西我用了很多次了 它就是那个 就他们家的这个 就是这个上下分离的这个点痘的 就是说你如果有就是爆了一颗大痘 这种情况下 你抹这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晚上抹第二天早那个痘就变下去了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我买的是用于急救 因为我最近该来事了 我怕会包那种大痘 所以我就用它 然后最后一个 它这个也是这样一个set 还要给大家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那个春鲜笔 是下面这个 还是能看出跟上面这一支的差别的吧 还是能看这支会更偏正红一点 然后这个是刚才那个叫什么 Mary Joe K 然后会有一定的区别 这个会更复古一点 就更深一点 这个会更鲜亮一点 我觉得 好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会更正红一点 嗯就是有点像 阿玛尼400 那个红管 这个涂得特别咧 就这样了 因为我要把它卸掉了 我要把妆都给卸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嗯这几支我都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很显牙白有没有 就是会显得整个人气色很好 请忽略我周围这一圈 然后嗯今天这整个视频应该就到这了 有简单的我的 呃 Alta的开箱 不算开箱 就是今天买了什么 哇我真的今天这个口红买的 虽然很多颜色都比较相近 但是它的不同的质地和整个感觉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嗯因为我之前的一些口红就已经比较偏豆沙色 就都是那几个颜色 我已经很久没有涂这么正的红色了 好开心 我觉得我整个夏天 就多了这么多口红 不错 然后请大家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后给我的视频点赞 然后谢谢大家一直的支持 嗯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